近日,东方供电局为市委大院提供供电服务保障工作,全方位梳理风险,提升应急管理水平,确保2021年春节期间,供电安全稳定。 记者在现场采访时看到,东方供电局市场营销部、配电管理中心和城区供电所的工作人员,对市委大院的重要供电设施开展供电电源、设备状况、组织机构职责、应急准备、装备及备品备件和场所环境的六个项目的用电检查。 据了解,此次东方供电局开展排查的区域有市委礼堂、市委一号楼、三号楼等五个区域,主要从配电容量运行状况、设施设备安全保障能力等方面进行排查,并指导市委机关事务管理局增加接入新的配电箱,为应急发电车的接入提供保障,保障市委市政府在春节期间可靠用电。 整个市委大院的配电设施的供电结构进行指导和协助,优化它和提升它供电能力,确保市委大院安全可靠供电。